吃的时候也可以蘸一点汁 鸡腿洗好后稍微瀝干一下水分 今天来做一个懒人版的盐焗鸡腿 先切点姜丝 姜丝加到鸡腿里 这里加入半包的盐焗鸡粉腌制一下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牌子的盐焗鸡粉 因为它南浆味没那么重 再加入少许蚝油 可以增加它的鲜度 而且焗出来颜色也会好看一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之后腌制一个钟 先准备一张油脂 把腌好的鸡腿放在中间 这个油脂是厨房用的普通的烘焙油脂 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用油脂把它包起来 这个是我上次焗盐焗鸡剩下的粗盐 还可以再用 我这次用的是电饭锅来焗 也可以用砂锅或者其他锅 用电饭锅简单一点 现在把鸡腿放下去 底下的盐不用铺太厚 面上再盖上一层盐 盖上锅盖 按下煮方键 等它跳了之后再重新按一次 一共要焗一个小时 这个盐焗鸡腿已经绝好了 现在把盐给它挖掉先 这盐都很硬 这个盐可以重复使用的 现在还可以继续用 这种做法呢 你就完全不用看着火 一个按键按下去 你就可以去忙别的 时间到了就等吃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拿出来 好烫哦 好香啊 这样的做法呢 鸡肉不会很干 现在我拌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鸡肉就不会很干 吃的时候也可以沾一点汁 哇还是好烫哦 我要擦一下 好不好吃啊 这皮条不够啊 皮条 嗯 边我们的肌肉 很酷 好 喂 调全 Т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